我再说清楚这个律法和恩典的分别 这是说什么呢 如果你说我整天祷告 我整天赞美主 这个还是律法 但这个是绿色的 这个是尊重 这个是好的 没有错 而且有好的后果的 凡是尊重律法都有好的后果 神会加理力量 但我们说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们首先 你整天祷告的话 你必定会感受力量 就荣耀神了 神感动我整天赞美主 爱神 我就发觉有力量了 我就整天有力量 神给我力量了 神就陪伴我 常常感受神的同在 因为神与我同在 你就说什么 你做的事情都讲到神 例如讲到这个教导 我感谢神了 是神赐给我 是神感动我的 神教导我的 我感谢神 我都是提神 神赐给我的 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我都是讲的时候 我都是常常都说出 是神的作为 神的安排 是神有这个机会 祂将这个机会赐给我 我感谢神 是神赐给我的 这样说话 人就看到神的美善 同时我们自己也不需律法推动 因为整天祷告会是律法推动 我必定要整天祷告 我必定要整天祷告 有一天太忙了 没有祷告 今天天做得不好了 总是律法要做 要做要做 所以我希望你们 改变一下你的说的话 都加上神做什么 你是说这句话 感谢神 这句话还是我们尊重神 还是律法 但如果你说 感谢神 因为神做了大作为 你就加上神的恩典 推动你感谢神了 我感谢神 因为神祝福我 加力量给我 你就是加上神的恩典了 你明白吗 但是说感谢神 还是律法 但感谢神 因为神祝福我们 神陪伴我们 我们不要以为 人会自动明白恩典 其实大部分人 都不是自动明白恩典的 因为人在律法之中 这个社会 整个社会就是律法 大部分的教会 基督徒也是律法 要做什么 要做什么 很少提到 讲到的时候 明明说到 神的恩典够你用 但他会说 你要怎样做 你要怎样做 都是讲很多 你要做什么 不讲到这个神的恩典够我用 有没有什么意思 他们没有解释 这个神的恩典够我用 怎样够我用呢 我软弱的时候 他还是提升我 他随时给我力量 他随时感动我 带领我 我们要将这个恩典 解释出来 让人看到神的恩典够我用 什么意思 这是我力量不够的神 到时候神必定帮助我 神知道我的需要 我有困难 有经济困难 有人际困难 神必定帮助我 神会带领我 怎样去摇树 怎样去倚靠 神得神的供应 讲到神的恩典 都解释 讲到律法 也解释 怎样处理生命 怎样爱神 爱人 怎样处理里面的垃圾 里面的路气 也解释 解释出来 但重点是说话 尽量讲到神做什么 神必定做什么 都是神所应许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